对啊,差点忘记那小子了。 李东泽的话,让队长们想起康阳区临近队伍里, 已经招揽到一位夜游神,不用再向太一门借人。 大击霸面露喜色,立刻道,那还等什么,赶紧联系那小子, 所以说,还是得培养自己的夜游神,关键时刻自己人最靠得住。 其他队长眉头舒展。 大击霸的话在里,虽然太一门的夜游神在正式上向来很配合, 但终究是外人,用起来肯定没有自己人方便。 李东泽看了一眼赴青阳,见他微微汗手, 当即掏出手机,走出会议室。 我去联系一下他。 结束了上午的专业课,张元清背起书包离开教室, 下午的课他打算逃掉,去一趟康阳区临近小队二队的办公地点。 未来的人际交往等重心,都将转移到临近小队。 张元清不是很喜欢学校,对学习的兴趣并不是很大。 松海的年轻人都有种发自骨子里的慵懒, 狼性不足,拼尽欠缺。 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会拼搏, 一种是自幼培养出积极向上的习惯, 一种是生活所迫。 成为临近行者后,张元清终于找回了久违的奋斗精神。 一来是性命所迫, 二来是能源少年仗见游江湖梦的。 临近充满了危险和诡异, 可一旦尝到甜头, 就再也不甘心做一个烦人了。 来到楼下, 正准备去刷一辆共享单车, 兜里的手机响起。 是李东泽打来的。 时长。 张元清接通。 你现在在哪儿? 李东泽语速极快, 开门见山。 在学校。 在学校。 松海大学是吧, 我现在就让关雅过来接你。 接我。 张元清听出李东泽语气里的急切, 试探道, 什么事? 有位同事被杀了, 我们需要夜游神吞噬灵体, 获取对方记忆, 嗯, 这个你没问题吧? 李东泽不太放心地问道, 呃, 应该可以吧。 张元清道, 我是事。 吞噬灵体不难, 这是夜游神的天赋技能, 脑子告诉他可以, 但读取记忆这方面, 他毕竟没有真的吞噬过灵体, 毫无经验, 所以不敢保证。 那就这样。 李东泽没有多说, 挂断电话。 张元清收好手机, 徒步走向校门口。 几分钟后, 他在校门口停下来, 默默等待关雅来接, 同时, 张元清发现不远处的路边, 一位穿着白褶长裙的女孩, 拎着名牌包包站在路边, 像是在等人。 徐盈盈。 张元清审视了这位斑花极眼, 对方的穿着很讲究, 手链, 项链, 耳坠, 包包。 看起来都价值不菲, 与学校里大部分女同学迥异。 一般家境的女生, 穿不出这种感觉。 察觉到张元清的目光, 徐盈盈浅一笑, 一边撩起发丝挺直腰杆, 摆出最动人的姿态, 一边心里有些小小的优越感。 这个男生长相颇为不错, 所以她下意识地展现出自己的美丽。 但现在的自己, 和普通的大学生早已不在同一个世界, 所以她心里满满都是优越感。 自己这一身装饰, 只普通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 这时, 徐盈盈看到一辆蓝色跑车驶来, 在校门口缓缓停靠。 开车的女人一身干练的白衬衫, 戴着墨镜, 看不清脸, 但白皙尖俏的下颌, 精致如刻的嘴角, 不难看出这是未高颜值的美人。 徐盈盈抿了抿嘴, 换了个姿势, 把名牌包包的logo朝向跑车。 同时, 她看见张元清小跑着靠近跑车, 拉开车门钻进车里。 富婆一脚油门, 带着小奶狗扬长而去。 徐盈盈张了张嘴, 满脸惊讶。 一时间分不清这位男同学是低调的富家子弟, 还是自己的同行海鲜商人和钢丝求商人。 康阳区治安署, 停尸间。 张元清站在停尸床边, 掀开了白布, 依据惨烈的尸体出现在眼前。 死者身上遍布淤青和刀痕, 胸口的窗口血肉翻开, 触目惊心。 如果是两天前, 看到这样依据尸体, 张元清肯定会生理不适, 但经历过山神庙的毒打, 尸体已经无法让他心里产生太大的波澜。 可以开始了。 李东泽主着手杖, 在一旁期待地说道。 张元清点点头, 他审视着赵英军的尸体, 感受到这具冰冷尸体里残留的灵, 正在逐渐活跃, 逐渐复苏。 夜游神的气息对灵体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能唤醒沉睡的灵。 他默默调动体内的太阴之力, 眼白和瞳孔覆盖上一层纯黑, 伸出手, 朝着赵英军的身体虚抓了一把。 抓出一道虚幻的身影。 这道身影有着赵英军的五官, 但表情呆滞, 目光空洞。 人死之后, 一时消散百分之九十, 灵体就会变得这般呆滞。 一时消散的话, 记忆当然也会残缺, 只残留一些执念深的记忆。 死前的记忆往往印象深刻, 且距离死亡很近, 所以会保留下来。 抓出灵体后, 张元清突然萌生了近时的渴望, 他自然而然地张开嘴, 轻轻一吸。 赵英军的灵体化作青烟, 飘入他口中。 眉心一阵胀痛, 一时仿佛膨胀, 有许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甜色进来。 张元清听见了低声啜泣声呜呜的哀鸣声, 耳边响起凶狠阴沉的声音。 老子耐心不多, 你最好乖乖回答。 他知道自己正在读取灵体最后的记忆, 慢慢睁开眼睛, 四周的景物清晰起来, 这是一间装修华丽的大套房。 他爹坐在松软的大床上, 浑身不着片缕, 地面散乱的丢弃着衣裤, 以及女性的内衣。 在身边不远, 床头的位置, 蜷缩着一个妙龄女子, 同样赤条条的, 白嫩嫩的长腿, 紧致的小腹, 挺拔的胸脯, 尽显着年轻傲人的曲线。 抽气声正来自于他。 女人。 落身。 这样的景象让张元清愣了愣, 心说时常怎么不说清楚 案发现场的情况, 怎么能让我看少而不移的画面呢? 我还是个孩子。 随着死者的视角, 他看向床边的人, 那是一个面向凶恶的男人, 左侧脸颊有一道半指长的疤, 眉毛稀疏, 目光凶很阴逸。 手里握着一把亮闪闪的柳刃。 凶手张元清盯着这张脸, 牢牢记下容貌。 到这里, 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 男人把刀尖对着张元清的胸口, 恶狠狠道, 圣碑在哪里, 名册在哪里? 这个问题他似乎问了很多遍, 表情充满不耐, 目光杀鸡涌动。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求求你放过我。 张元清听见了自己开口求饶的声音。 男人蹲在床边, 彻底失去了耐心, 心泪般地搓着脸, 男男道,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说着, 把柳刃的刀尖, 递进了张元清的胸膛。 剧痛传来, 一时瞬间模糊, 张元清软绵绵地摊在地上, 看见男人解开裤腰带, 抓住漂亮女人的脚踝, 用力往自己这边依拉。 画面在女人尖叫中戛然而止。